这是来自RSG 是的 风仔的这个皮肤等级更高一些啊 奇怪的话也是风仔会想要出来 这个路线0.2的差距上的下底下 不过这个距离对于阿康来说是有优势对抗位的 来了 哎呦风仔 哎呦几乎位了 这个一个位置真的是 阿康找的就是这个机会 对被影响到的路线 那3.0的秒数应该是没太大机会了 就你solo就是一个对抗 那也是有问题的自己的路线 然后手买了后半段 绝修 路线没什么问题求问一下 路线多飘二次飘 但是无关紧要 1.6秒的差距 小微没有太多可能 那风在这里确实是快啊 三次飘起来 几分08秒几进 拿到了首都的胜利 恭喜阿康 下边一张图的话啊 风仔选 风仔来选图的话 那我觉得先挑对手的软肋打 还是说挑自己的记录图来跑 阿康的转位 搬掉了呀 对啊 那超限基地呢 要不要再跑一次 对啊 对吧 自己的盲图 且刚才WZ的表现不是特别好 阿康凭借着后置位车身位的一个进到点卡位 完成了在本局比赛的冲线 而且领先了峰在1.22秒 在这样的一个单圈图当中啊 确实一个进到点的后置位 其实经常就能够看到这样的场面 对 在接下来的选择确实 对峰仔来说可选图比较多 对 因为现在大概可能2v1就没有王图选到了 就弄币对吧 自己主动搬掉了 那以及峰仔自己可能2v1当中搬掉了一张空港 阿康也搬掉了 对 确实红车图搬掉两招的情况下 那刚刚他们2v1自己选的图就可以拿出来了 是的 超限基地你现在拿出来也没有机甲差 而且这个图大家都会打同车嘛 没有必要的让 周围玩条件 我刚才感觉到这里 周围的次数设计不多 阿康直接在这进到点略过他 后期的话也是有些强壮的失误的 但是哪怕他在后期 其实出现了上强壮的失误 还是追得很快 超限基地 是的 这就是你跟顶真选手打起来的时候 就得面对他们这种后制压力 是的 来看一下本局的起步 测身 跟阿康很快 快很多 不过但这个内线被挤开了 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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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出来了 而且快自己记录0.4 好 我底下弹 一个弹射 说到0.2 0.3 他脱飘了 第二圈想要保持 记录时的那个稳定性 其实有点难的 这次在这边也滚过来 这边刚才 在这里的影子上的细节都很好 正下强 那阿康也已经跟到了0.2 阿康这局跟得也很快 但是在风仔的视角里面是碰不到风仔的 所以说形成不了干扰 在他过来 找好路线延续 前后落地来个快出 路线有点太贴了 我们得恭喜风仔 比分来到1比1 阿康选拖 阿康来选 阿康跑的话 想想 在刚才的比赛当中 或者说在接下来 霍比特 霍比特可以 或者黄河往里边流 霍比特 黄河 自己擅长的几张王图都被打出来了 甚至在solo剧当中千回苗战也可以出现 夜行 但是用什么车呢 其实用车是需要去考虑的 这场跑到1分24秒07 而阿康在本剧也是跟到了1分24秒56 在我们关注风仔去领先他影子的时候 阿康也是在后边慢慢的跟上来 确实他那个图其实跑的真的很快 确实他那个图其实跑的真的很快 自己的影子两次对吧 转后飘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 细节就拉开了 对 所以说风仔的那个影子 你第一圈能够领受影子 但第二圈那个细节真的很难过 对 阿康这边 等会落地拖累下来 那下面一双图的话 等会儿还是需要给阿康来选 我觉得还得是打同车 要么就是黄河万里奔流 要么就是考虑一下过普通之旅 现在的solo记录下多力打同车 拼细节了 来了黄河 双十二 真是风仔的记录啊 冷一点的 紧跟着是绝变的两个人记录 看一下这一张黄河里面有两样的学历未来 起步 踩到双杂 风载到快点点三 再甩 两个路线都没有太大问题 拉个侧身 跳起来了 阿康这边快一点点 特点快速落地下来脱飘了 那这样的话距离是拉到了1.1秒 这节奏有点小问题 断掉了还要拉个次 好快啊 风载再次跑出了自己 是的 不过这次比影子稍显落后一点点 不过这小看的风载感觉点点是挺轻的 他的手上 不请拐过来没问题 没有停 拐过来 一四五重 开个弹界 最后的一个长直线 冲线没有问题 哎呦 雨雨雨雨雨小拖一下 这个顺侧 一分01 这这不直线的话又一个00啊 嗯 好稳 这怎么办 这起步不给风载上点对抗 那怎么玩 连续两张都是风载的记录图啊 连续两张都是风载的记录图啊 他记录多呀 你很难规避的 对 十一张 阿康下一局再选 现在相当于阿康把自己手图赢下来的优势给 让回去了 让回去了 二比一了 这两张图感觉阿康其实 哪怕是在第一张图赢下了 但是也能够感觉到他容易出现脱票这样的失误 而且那种脱票失误的话是自己造成的 没有对抗自己造成的 嗯 后追的话还是你自己给他自己一些压力 你给前面风载跑得太快 是的 而且这局最后如果不失误的话又是一个零零嘛 刚才也确实看到了 误触到了 误触到了 我觉得像是他刚才误触到了 风载嘛 他一个顺侧的直线 就很多选手都有这个问题 但是 不知道该怎么去改 嗯 因为你想要操作快 你必须点滑得快 有时候可能就是你这个执法 确实有点 摁得有点问题 其实这一个点是阿康很好拉近的一点 因为他该跳起来了 下一个弯出的会比风的更快 看下一个中图 阿康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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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就 明場針對一下班戴兩張圖以外 其他的問題應該都不答對於兩名選手來說 都可以拼同車 選什麼也就看自己手感吧 陳羽島 喔 拼冷門 對 表亮是不是女神 看下起步 起步還是風載風快 直接 也許 軟也許 落地之後的話再嫌疑個暴力 擠一下內套擠開了 直接滿超了 有非常不同的地 接下來第15點施放 擠內套風載硬頂 再頂一下 連續了兩個連彎 風載完成了反超 但是這裡的一個控車 阿康開了氮氣 已經上了 而且這裡歪了 好在落地能夠調整回來 還好調整回來 這裡又平跑抓了一會兒 前面風載也給到有點小失誤啊 那現在阿康的話又拖了一下 時間來到了1秒 1點3秒的差距 現在第二圈阿康已經頂不到風載了 怎麼辦 只能等風載給機會 但是風載能給機會嗎 從事拉出來 即將來到第2V1 所以是放點 很難了 1點8秒的差距 對於阿康來說距離太遠了 太遠了 這裡飛過來 路線沒有問題的情況下 我們得提前恭喜風載 幾分來到了3米 而且這張圖 王昌在後追的時候 出現的失誤也還挺多的 這兩張圖看下來後追有點法力 對 就哪怕其實他在這張圖 至少在前面大半圈的時候 整體的發揮其實不錯的 他有這樣的對抗意識 包括也能夠給到風載一定的威脅 但是一旦風載形成了反超 他處於後追的時候 自己的自主失誤就多起來了 這裡只要給到風載一個舒適的臨場環境 阿康就拿他沒辦法 那宣戀起步能做對抗的呀 起步做對抗 那就繼續打十去十者的圖位 來一個一號公路或者余孟澤 余孟澤不建議 因為風載太穩了 這張圖的記錄圖 勇於嘗試 反正也是五一選手吧 對 跑到五一 他躺下來可能選圖得陷入一定的 思考一下吧 困境 我覺得這種時候打自己擅長的圖就好了 因為你要去針對他能不能輸到風載這位選手 他的地圖是就是很深的 那相對來說 你跟他比可能你的地圖是沒有太深 而且可能還沒有他那麼極限的情況下的話 這相當中就不大 就霍比特吧 對吧 自己最擅長的幾張全部都亮出來 打打自己的絕活 表演一招破紀錄 對吧 目前霍比特好像還是風載的記錄圖 風載記錄圖太多了 又是他的記錄 你看這四張圖兩張是風載的記錄 你要從聯賽地圖圈裡面去找一張 就是他不擅長的那是真不可能 還是得看你臨場發揮一定狀態吧 哇 風在這裡跳起來真是運氣不錯啊 而且他還能沿上在那段路 而阿康就是因為這波對抗之後 氮氣又沒沿上 落地下來又平一點小噴 點到了第二圈前 很傷 下面一張圖阿康再來選擇 但其實從阿康的選擇路數來看的話 你比如說像剛剛這張人魚島 會覺得它是有一些選圖的研究的 打冷門或者說打一些就自己比較喜歡的圖 那冷門的圖打了 打打這一些圖的吧 是的 就霍比特了 不用猶豫了 來了 霍比特兩輛送空 雖然說風載記錄更快 但這一張曾經是阿康的老王圖 請不要吃對抗 你看一隻阿康也還在綁著他 是的 自己在這個賽季或者說以往 比賽當中最擅長的一張圖吧 對的而且張圖的話 相對阿康來說 可以是比較有他的個人烙印的 起步王康通快 王圖Buff 一時又施放 再先接一個彈射 踩下去正好觸發行動 是 直接再拉過來 先接一個彈射 進到室內再甩 對的 這位小公 WCWW 兩名選手的細節都差得太多了 嗯 這一個彈射 來看0.1 下一個彈射 再拉回來 這快出風載 你想要更快一些 是突破 前面的風載的影子也就在前面 是的 這位小公 一時又放 再甩 路線非常好啊 真感嘆啊 前傑過來 正後的話來到後半段 沒有任何機會了 再甩 有問題 從這個近道點延續嗎 重新開個彈射 對 擋到了風載 可以 這是一個主動的失誤 但是順利的擋住了風載的去向 是的 那隨著這張霍比特之旅的結束的話 阿康拿下了一分 王台 王圖 有兩大棒 第一就是起步棒 第二就是連帶棒 對對 拉滿 運氣吧 哎呦 三比二 還有 這全圈 那 阿康的王圖 神都被搬掉了 所有空都沒了 眼光是打不了 這樣 也沒贏過 哎 這有點難受了 對啊 還有閻君沒打呢 閻君打什麼頭呢 烈烈千陽 你很執著 為什麼是烈烈千陽的 因為我覺得 對於阿康來說 選擇出閻君能打的圖不多了嗎 西部被犯了 對 閻君也被犯了 對 那你如果要說跑長城的話 我覺得 相較於其他圖 還是練練千陽 可能他選擇面更廣 就為了閻君去選擇一張圖 哎 那不如選吉星和玉 也可以 但是又是一個起步對抗 他就是要玩這種起步對抗啊 因為如果說你沒有對抗 讓馮仔出去了 那前幾局已經看出來結果了 那倒是 看一下剛才的一個急速時刻 前面阿康的一個完成度還是很好的 但這個 剛好 稍微脫了一下 但是剛好又擋到了一下風仔 風仔手頂得很快 想要奉還去頂半季 沒辦法 來了 選擇到的是熔爐決鬥場 決鬥場 對的 好肯定哥對上學樂 張圖的話也是阿康 這是我覺得打破過紀錄的 在第二季 看一下哪個球隊快吧 兩個人都開甩 有個小分五內心直接翻超 來 放落地 幾次挑一下 那這邊封起來的話 就直接跟你鬧 李斯佑過後來到下賽 過來之後有機會上對抗 直接反超了 李斯佑釋放過來 現在阿康領先優勢 還是有一點的但是直接被反超 兩個人是走STOP 他們太沒情況下 阿康落地又被卡一下 補彈器就又彈上槍 完全沒蛋機阿康怎麼辦 補回來了 但是卻落後到了0.8秒 這張圖已經來到了後半段 15點已經不多了呀 風仔留個小朋友 那個CWW 只要是一段能CY 最後風仔可以拿下本場比賽的勝利 比分也來到了4比2 進入到了賽點局 是的最後小刻一下 但是問題不大 這張圖還是風仔的記錄 選的車吧 紀錄當時是孫悟空 現在淘粉練歌 就你的孫悟空的紀錄圖 那我就先把你孫悟空打掉 打在你另一張紀錄圖上 再來打你這一張紀錄圖 是的 沒辦法 就你沒有短板怎麼去針對呢 是的 那現在問題來了 嗯 賽點局了 是 怎麼選圖 美洲嗎 美洲 蘇格蘭 美洲蘇格蘭 對比起來的話 美洲更好一些 因為美洲更短 嗯 你一個失誤之後 只要能把風仔卡上牆 或者說讓他失誤 他是沒那麼好決的 是的 反而是蘇格蘭 你有一分四十多秒的時間可以去追 或者繼續上自己的自信圖 自信圖 天空之城 可以 打一下奧麗娜 看看能不能再刷一次自己的紀錄 但是你要選天空之城 那又是風仔的技能 是的 全都是風仔的一些紀錄圖啊 今天打的 感覺怎麼就逃脫不了了 沒辦法 就像你跟寧星打一樣 紀錄圖多呀 是 哇 這兩個人要是能打到 絕了 哎 期待一下明天吧 沒錯 來吧 阿康 頂著風仔的賽點 選擇到的是 莫高虎 打奧麗娜 雙奧麗娜賽點局 這一張月上的紀錄 來吧 看一下本場比賽的起步 抄策 那先起過來風仔更快一些 來阿康 那這一分的話自己投票 那阿康也是順時反超 落地之後的風仔有坑到牆上 來 阿康 來 你隨便看起來 後面要平穩定性了 側身爆裂 稍微輕點煞車 快點下車 哎 有拉近阿康 車飄了 再拖一下 那這一段路被反超過後 那就要延續到第二拳 才有機會做對抗了 又要給風仔盡上他熟悉的節奏了 側身快速之後再銜接雙砂彈射 那馬上即將進入第二拳 第四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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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五萬 但是勝利有了 是的 暴力過來 看起來 風仔貼牆了 來一拳之後上牆了 再次回到了第一圈的位置 調節很快 看這邊的一個落地 又是蹭了一下牆 呦 大了個邊 好在可以過來 前面0.8 阿康很難給機會了呀 開啟個淡器之後再現場突然彈射了 賽點局阿康能頂得住壓力 最後兩個彎道彈過來 不彈了 本次來跑 再兩個快出 沒有機會能夠碰得到啊 恭喜阿康 比分戰至4比3 但同樣還是風仔的賽點 再扛一局 敖戰就來了 沒錯 看一看阿康已經扛住了這一局的情況下 下一局 要不要再來打一個紅車 只能一路動車 只能一路動車 圓極之星要打的話 陸三 可以 但是我覺得這個時候 阿康可以選擇自己 一些王圖來打一下 王圖 你看像剛才說的 不用之城 等一下給奧麗娜了 就不好選 對阿康的另一個 也打不了 那就 美洲 黑洲 或者球迷三 來一個 圓極之星 D星 看一下打完七局 目前比分4比3 RSG這邊的賽點 阿康繼續旋徒 好 這幾局 旋律 孫悟空 奧麗娜都打掉了 也就一個 原之星了 是 看一下上一局的精彩回報 起步的話就放在更快 但是他先給了一個失誤 拖票完之後 阿康也拖 沒有彈出來 只是到第二拳之前 封在一直都有優勢的 他在開這個 CSU 撞到了左牆 沒錯 然後速度太快了 來了 秋名山 然後的是秋名山 哎 原級之星終於來了 而且今天阿康 是拿到了我們 新的帝皇霞的皮膚 好 這張圖目前還是小玉的一個紀錄啊 終於可以在競速裡邊看一下這個新皮膚了哈 起步 他先穩住自己了 看管道的燈目飄 哦呦 沒上去 這和老街空地一樣是一個心碎的地方啊 完了 只不過這次是管道 是 受傷的仍然是阿康啊 仍然掉下來了 沒有搭上這一班列車的話 這一局就離他遠距了 沒錯 已經兩秒開外的一個落後距離 而且現在是RC風仔的賽點局 看紀錄有沒有紀錄 哎小柯一下 剛說完 甩尾延續 找出路線 小心延續看齊休 有機會嗎 咱們好像有機會啊 應該有點三一 好像難 最後 平靠 一分12秒26 恭喜RC RC風仔拿下了本場solo的勝率 其中大比分定格在2比1 是的 依舊保持著 常規賽的連勝 是的 對阿康來說 今天打的也是相當不錯的 沒錯 盡力了 對於阿康來說 在本場比賽面對的瘋仔 多次選出了他的紀錄圖 可能也是自己善良的賽道 對 能夠和他打到這樣的一個分數 已經非常好了 對 有來有回的 那選手再摘下耳機 我們再一次過 恭喜RC 8分2比1 戰勝了WZ 對的 同樣今天我們也是看到了三場啊 都是打進了加賽的比賽 是的 對於WZ來說 本來是無路可退的WZ 在經歷這場失利之後 後面想要再進季球賽 其實也是有點困難了 是的 而且現在的話 剛好是處在第9名 之後面對到的對手的話 同樣有一些強敵勁敵 KZ WGM E-Star 對 全都是這種競速強敵啊 嗯 其實本賽就沒有什麼競速弱力 是的 都是強敵 就除了可能像我們 前段時間看的就是請舅 他們的整體的競速組 可能還在成長的時候 以外 其他的每一次俱樂部的1號位 都是已經打出過他們的名勝的 對 本賽季對阿康來說 他也是足夠盡力的 雖然說並不能達到他上賽季那麼巔峰 但整體發揮其實也是 沒太多可挑剔的了 是啊 敵艦 敵艦 暴力的 敵艦 既然說 剛才的莫高估 莫比特 打的都還不錯 打過 打了個5比3耶 嗯 那再來我們把畫面交給籃框 其實 敵艦 敵艦 適合 敵艦 敵艦 敵艦